大家好 昨天晚上我刷到一条新闻 说那个挫板币非常的值钱 然后我留意到我家里面有很多的那个旧的硬币 它挫板了 并且我家的那种挫板币非常的夸张 要是它那种值几千块钱的话 像我家这一种 那可不得了啊 来 我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些就是我的那个硬币了 我家保存的还有更多的 我还没有拿出来 我先给大家看一枚 这种 不得了啊 这种挫板币 然后这一叠里面还有很多的挫板币 很多的 我请起出来再给大家看 这个是泡过开水的 现在刷好了 我挑那些挫板的出来 像这种东西很少翻出来看的 就是偶尔看到别人发出来的一些硬币啊 集钱挫板呢 那一种我就会想到我家的那些硬币了 我看一下 像这一种的话在市场上大家能给多少啊 我这里还有一种非常老的币 五几年呢 像这种硬币应该大家家里面应该也有很多的吧 有很多硬币都是几钱呢 有的一枚就三万啊 几千都有啊 这种硬币啊 像我们没钱用 就东西很西向了 家里面看哪里还有东西可卖的 那我先给大家看那个挫板币 然后再看这种年份最早的 早早的那种啊 一元的开始 你看 这个一元 你们能看出来这个一元的挫板在哪里吗 大家猜一下 这一元挫板知道在哪里吗 我找一张来给大家对比啊 我找一张来给大家对比啊 大家看一下 哪里 哪里挫了 这一元 看出来没有 大家在评论区跟我说吧 告诉我啊 要是你们能看出来的话 证明你眼睛比较好了 然后 我们看这个一角的 一角 这个一角的就是 刚才我跟大家说的了呢 你看看 你看他的那个那些图案啊 里面那些图案 那那里面 特别是 这一边啊 这一边你看 像下雨一样 对吧 你看这张 恐怖啊 一角 一角 错板的够厉害吧 这边倒是没啥 这边没啥 这个就是一角的 一角的错板了 两张了 到两分的 这个两分的错板的话 他 他是在这里 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他还有那个铝啊 那个 这个是同 那个铝 铝做的 然后他有那个铝 那个铝的夹在那里啊 这个二分呢 然后一分 一分可就多了 你看 一分的 那个一上面那里 有个坑 你看 对吧 那个一那里 有个坑 嗯 这里还没清洗干净呢 嗯 这个一分呢 一分呢 那个 那个分那里啊 就是这个位置 这是一分 他这张 这张他中间那些五角星你看 有一条一条的下来 然后这里 你看 你看 这个天安门都被那些铝啊 给挡住了 你看 对吧 哎呀可能我这样子 这个手机拍的不太清楚 你看 正面 嗯 这一面呢就 比较清晰的 对吧 他这里你看 嗯 这种是错板吧 这块 你看 像这一种弊的话 相信很多朋友 家里面都有 错板的也有很多 但是不知道这种 错板那么模糊 那么糊涂 你看这个 这个是多少 1986呢 那个6都不见咯 嗯 就这样子了 那么多凑板币啊 嗯 现在呢我给大家看一些这个 比较早的你看 六四 六一 六零 这个六一 六一 儿童节 六一 六四 六 六四 这个五六 五 五 哎 就这样了 像这种币啊 我家里面还有很多 有一元的 一角 五毛 都有 但是那个年代比较近的那些 我就不展示出来给大家看了 像昨天晚上 我就刷视频刷到那个 一角 错板币 他就错那么一丁点 他说 集八千块钱 那么我这一种呢 这种 比错板还恐怖吧 这种 真是错板中的错板呢 像我这一种的话 要是有专家过来看的话 不知道能集多少钱呢 连他的那个年份都错完了 都看不到年份了 都看不到年份了 所以啊 像我这一种的话 要是有专家过来看的话 给我评估一下 给我一下 给我一下 出一下 价格才行啊 还有啊 大家平常家里面发现有那些错板呢 可以收下来 反正收藏下来也无害嘛 对吧 等到他升级真的值钱呢 嗯 搞不好哪一天得一套房子 嘿 那都说不定哦 好了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